事实证明了Dragon应该是一个女性的角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款已经非常难买到了 我已经跟高清重置栏目给大家做过原色版本的分享 所以这款僵尸飞过山的透明版就暂时不特别说它了 这是日版专有的安插迷尼卡的插孔 滚动性当然也是很好 随便一推就可以推得很远 以及还有这个是零八动画片的Lockdown 也是一个透明配色的版本 据说它本来是一个组合包里拆出来的 这也是非常难买到的 滚动性也是好的吓人 那么这两款透明版的玩具的话 今天呢就提一下 就是表示感谢说我都收到了 非常非常的谢谢你 这个宁愿送给我也不把它变现为现金 这个真的就是同好之间的一种交流了 那我们会把重点呢放在这一款 这一款这个是日版领袖之证 DriedWin 亥议的分享 那我之前的话也给大家做过了啊 它的美版的配色 多年前做过美版的配色 那这两个的配色哪一个好看呢 认真来说 其实两个都都好看 但是我会觉得美版的配色似乎还比较威武一点 那么呢由于当年领袖之证的第二季 日版的玩具呢 上面呢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涂 都几乎都是没有涂装 都是要靠贴纸 那反而是直接印上去的美版的话呢 你看这款应该是没有贴纸嘛 而且他寄来给我就做这样子 他也没有武器 没有轴动武器啊 没有刀 没有轴动武器 那便说看起来的话 好像日版的话呢 感觉分色上就没有那么丰富 稍微素了一点点 那两者的话呢 摆在桌上的话呢 都是非常霸气的 那我呢 当年的话呢 也是有连这一款 他的一个哥哥 Drywin的大哥天正呢 我是一块入了 那这个天正的话呢 这两其他的模具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可是呢这一款 这款玩具呢 有个非常大的通病 非常大的通病 在哪呢 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我这个地方 这个飞机的这个轴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断裂的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裂在这里 那为什么会裂在这呢 跟这一块的转动 其实 其实倒是关系不大 他是在人物变形的时候呢 我变形人形之后呢 我认为是那个地方导致他容易裂 因为我这一款 你看 在同一个地方一样有白痕了 甚至应该已经有裂开的状况 在同一个地方是发生的 所以呢 我再收到 这位同号寄来的这个 日版的时候 我立刻去检查一下 看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但是它保存的非常的好 那我到时候 我等一下变形之后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状况 那以单纯就模具来说 这一款的 Driedway呢 其实并不是领袖之政里头的很 不算是太优秀的模具了 首先呢 领袖之政的话 就变成三个时期啊 就First Edition Lobus In The Sky 还有第三季的Beast Hunters 那么 First Edition的话呢 无疑是里头 平均来是最好的 那么Lobus In The Sky呢 跟这个 Beast Hunters呢 Beast Hunters的玩具素质 其实是好过Lobus In The Sky的 但是因为它在动画片里头 是没有出现到这么后面的造型 所以变成说 这两个来讲的话呢 就各有其所长了 那么这一款的话呢 是在 Voyage Class的话是只有出在 这个第二季 Lobus In The Sky Dried Wind的玩具到第三季的时候 它变成是降级到了Deluxe等级 那Anyway 就是我要讲的就是呢 这个模具其实并不是很优秀的啊 你看啊 这两只基线的手啊 非常赤裸的露在后面 那这个 嗯 各位就看得到了 而且它的底盘的话呢 相对来讲是还是比较厚的 比较厚 以及人形的腿是 嗯 暴露的比较多 但是呢 这个腿就算了 主要是这个手啊 嗯 影响是比较大 那最近的话呢 因为有有这个阿帕器啊 他们对领袖之争的玩具呢 进行一个KO 或是有一些放大 或是一些改良 呃 我不晓得他们会不会称道 说出这个Dried Wind 呃 强烈的希望说 他这个手啊 能够做一个收纳 那么呢 这也可以跟各位提一下 他这个手臂啊 这个地方是有个透明件 小臂里头是个透明件的啊 那么当年的这个手臂里头的透明件啊 啊我相信也是多半是要配合这个轴动武器啊 这个闪 这个光流过的效果啊 那如果说你这个之后 有这个所谓的改良版 或是这个KO版出现的话呢 呃 这个这个透明部件 这个这个元素 如果说把它省掉啊 看能不能把这个手臂给打开啊 然后把这个拳头给翻折到内部去 呃 可能效果上的话呢 至少会好上非常的多 你看这个手在后面是怎么样 都是不及格的一个载具的状态 以及他的一个这个垂直的 这个尾翼的部分呢 这个日版的话呢 还感觉硬度比较高啊 但是呢 这个美版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推一下你就知道了 这个 对不对 你再推一下这个 这个硬度的话呢 你看我这样推它整个机身会动 但是我如果放在这个推它 你看它机身不动 但是这个却软的啊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一个硬度 你应该是感觉得出来啊 这个日本人的硬度高于美版的硬度啊 这个好像也是没有错了啊 行吧 那这个载具的部分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么多 那就这个玩具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把玩它啊 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裂开之后 我就一直用一个人形来做一个摆放 那么由于这一次收到了这个老物的一个一个一个经验物啊 所以我又把它给拿出来 那我顺便提一下啊 你看到这个地方是裂开 它里头呢 本来是有电池的 但是呢我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有把它拆掉过 导致于说电池其实已经坏掉了 它整个电池都膨胀了啊 把我这个盖子的话呢 给撑大了 如果各位你有买这款玩具呢 或是你一直没有打开 没有拆盒的啊 把它检查一下吧 说不定它真的就已经是这个电池搞不好已经坏掉 甚至已经把你的玩具的这个包装这个部分呢 给撑破了 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示范一下这一款Driver 日版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那变形的过程的话呢 还是建议大家呢 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点啊 因为呢 到领袖之正的这个RID时代之后的这个玩具这个塑胶呢 就没有那么样好了 首先呢把这两侧的这个卡扣呢 给松开来 然后呢 腿部的话呢 它是有一处 还有两处的一个卡扣呢 我们都把它给松开 建议的话呢 你可以这样子啊 顺势插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给拨开了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 在这儿 但是呢我会建议呢 先把下方的这个地方呢 给打开之后 再来开上面这个地方 会相对来讲的话 比较安全 你也可以这样揪着啊 从这个地方 往下 稍微抽动一下 这个腿的话呢 就分开来了 那分开之后的话呢 这个两腿的这个部件啊 这个地方的合并呢 能够弄得越密合越好啊 事实证明了这个DRIGWIN呢 就是应该是一个女性的角色啊 那再把这个脚尖的话呢 给翻出来啊 我是说因为它穿的像高跟鞋的这个造型 所以它是女性角色啊 并不是其他的意思 腿部的话呢 到这儿就到一个段落 然后先把它给往后推一点点 不对 先不要推啊 我们先把这个手臂的话呢 这个胳膊的部分呢 胳膊的话呢 理论上是这里有个凸啊 扣到上面的凹 那顺便的推一下 应该就解开了 那我手上的这一款 现在在变形的这个日版的话呢 这个关节的松紧度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舒服啊 很巧妙啊 反倒是我手上那两个美版的话呢 不知道是不是这几年呢 都不敢把玩的关系呢 非常非常的偏紧啊 这个部件的话 可以先把它给推下去 我们要做的是 先把这个翅膀的部分呢 给折到后方去啊 利用这个地方的双动关节 把它给推到下方去 再反折上来 再把这个部件的话 往上面推到这儿 先到这个位置上面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个身体的前半部呢 这个地方 两侧给松开啊 这个日版这个变形起来 真的是比较舒服啊 我手上那两个美版的话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实啊 各种的一个 嗯 就是 就是反正就摆起来的话 就感觉感觉比较恐怖啊 这两侧的这个肩甲的话呢 就把它给往外翻出来 那翻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个部分啊 这个地方 往两侧的话 给摆开来 来摆开之后 这里有个滑槽啊 滑槽的话 是把它往前面推一些些 这里也是一样 往前推一些些 然后这个起落架的部分呢 就把它给翻进来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把它整个一个连接杆的部分的话呢 是 给拉直 那你可以记一下 就朝这个方向 那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一块 飞机这个头的话 往内折进去了啊 那么呢 在这个地方呢 虽然说我个人觉得呢 它的一个裂开呢 跟这个飞机头没有关系啊 是在这个地方结合的时候呢 它最后的一个结合啊 先把这个黄色部件往前推 我们黄色部件推出之后呢 要从这个地方传出去 这里 这个地方 是这个地方 推下来 压下来 然后这整个部件的往前面放下来 然后这个黄色的部件的话呢 是从这个地方 给 穿过来 穿出去 这个呢 是它的一个变形的一个正确的过程 那么呢 我说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里有两个 有两个图嘛 它要插进去这两个 对应这两个 但是呢 有时候在变形把弯的时候 你人形把弯的时候 你脚如果是变形的时候 这样子 把它给掰开的话呢 就很容易把这两个地方 给撑破 我个人 感觉到 它会破 撑破的话呢 应该就是这两个 应该是这两个地方 去造成的 我个人感觉了 那所以这个日版的话呢 这一款的话呢 我会建议这个地方 我会尽量把它给捏得紧一点点 而让它的这两个 这个凸的话呢 范围是小一点点 避免去把它的这个 两侧的这个地方给撑开啊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了 我个人的感觉 然后呢 这个手臂的话呢 就差不多 可以转到它的一个 正常的一个 手臂的一个 胳膊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 这个头啊 顺势的话 往前面 转过来 没有 没有推得很到位 到这 但是呢 我手上的这一款 这个 那这个 把它给往前面推到底 好 然后它这个翅膀的话呢 是 这里还有一个 反折上来的一个关节 好像是硬把它给塞成这样 也就差不多了 那这个翅膀 然后我 我手上这个日版啊 就是这个地方啊 它的一个卡扣的话呢 是比较松啊 基本上是卡不住 这个时候呢 我手上那个美版的话呢 就感觉到 它是卡的比较稳一点的 卡的比较稳一点的 我们把这个相机的这个机位 跳高一些些 好的 那么的话呢 因为这一款啊 我要讲一下 这一款的这个 部分容易裂开的原因的话呢 因为实在是很多啊 呃 如果你转动胳膊的时候呢 这个有时候上半身 就整个去扭到 它整个去扭到 所有的失力啊 所有的压力都会承受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容易裂开啊 我个人真的觉得 嗯 这真的是设计上的一个不良啊 真的不是做工的问题 是你这个设计来讲 你再怎么样的 除非你这个电话能基础部件了啊 不然的话呢 是怎么样都会去坏掉的 我觉得 嗯 NG的一个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变形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它这个 因为它没有附这个武器给我啊 可能是 遗失的还是怎么样啊 因为嗯 领袖之症的一个 骇翼 这个翅膀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推上来啊 这个感觉这个翅膀这两个地方 它就是偏松啊 然后我是把这两个部件 往后放下来 嗯 那关节的可动来讲的话呢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金色的一个面条 手部的话呢 你想到能动的位置差不多也都能够动 额头肌可以转动 那么这个额头肌转动的时候 额头肌都偏紧的 我这手上三个版本 通通都是偏紧 偏紧 然后手腕的话呢 是可以转动 手腕 可以转 腰身是卡死的不能动的啊 肩胛上下动没有问题 脚牵后踢 那么我好像听说说这个膝盖会裂开还是怎么样 这个 这个我真的就不是很清楚 为什么膝盖会去裂开了 那么这个日版的一个配色的话呢 是有一点这种金属的这种蓝色的光泽感啊 就非常的妙啊 在这种光线下的话 其实是挺漂亮的 那人物的造型是没有问题啊 就对动画片里头的一个 以这个神韵来说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 但是就是这个飞机的形态的话 是问题比较多 有个手臂露在后面 那我们的话呢 对比一下啊 这个是它的一个呃 美版的一个配色 那美版的话 因为这个轴动武器 我是一直有留着的 武器也还在 我就让它配在后面了啊 那两者的配色的话呢 哪个好看呢 这个一样啊 这个是看各那个偏好了 那么呢 我们当然也不免俗的呢 要把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 他的一个 雙胞胎兄弟啊 天正呢 给拿出来 一起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示吧 那么领袖之杖的玩具的话呢 真的是我在收藏的路上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道回忆线了 那么2020年的最后几天的话呢 就利用一点点时间 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款 领袖之政时期 Lobus Indies Guide Voyage Class的Dreadwind 还有这个天正 那感谢这一位 大陆的冰淇金刚同号呢 赠送给我这三个 非常非常珍贵的玩具 我会把它好好的收藏 那就利用今天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记得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